第一件事情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由宗教自由的保障 憲法35條是明文規定的很清楚 說由言論出版、集會、解釋、遊行、示威的自由 然後36條是講清楚說是有宗教的自由 那37條是講所有人身自由受侵犯的保障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說憲法都這樣寫了 那跟實際的狀況到底有多遙遠 就是這樣子一個政權力下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說他有白紙黑字說要保障 我們就相信 這中間可能還有很大的距離 尤其是他們也沒有說他們在動員貪亂 他們也沒有在幹什麼 他們其實就是沒有去實現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跟教會有關 基本上我剛剛開場講的時候 我是英國國教 其實也就是在英格蘭以外都叫做聖功會的教員 但是呢英國國教或聖功會並不會說我們要禱告跟英國女皇 禱告不會吧 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之所以要脫離 所以基本上還是因為羅馬天主教有太過於像凱撒變成上帝這樣子的危險 所以才要有脫離出來這樣子一個政教齊權合意的這樣一個體制 但是呢是說中國的三字教會 看起來好像說你家也OK啊 你要叫中國三字愛國教會嘛 那你有英國國教 基督教也還OK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的基督教 但是這裡面就牽涉到很深的一個 就是你信的到底是什麼 那有沒有所謂的就是正確的教導 或者你信的 就是你那個第一個忠誠度 你第一個身份是誰 這個才是所有這裡面關切到的問題 因為目前在中國國政府 底下他所要做的就是 我剛剛說的第一個身份 基本上就是中國人而且是要效忠大 那 那 我在講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我最近也讀 讀了一些 為了最長演講 我也去準備了一些 去讀了一些 中國一些專家國習的 然後也意外的發現了一個 法國的 法國的學者 那個San Grace 他講說 現在有好多好多假中國通 他們 中國通是怎麼樣子呢 他們可以到中國去 然後 基本上就好像是一個觀光客的樣子 不管他待的時間很長 或者是很短 他們基本上是被 被包圍在一個 我們如果用社會學 如果有人用社會學 會知道那個 觀光客凝視裡面 就有一本書裡在講的 就是 就像一個觀光客被 包在一個大的氣泡底下 你所看的都是演給你看的 那這樣子的中國通 都會覺得說 中國很自由啊 很好啊 你看有宗教自由 去到哪裡當然 當然都是有自由的 就像以前我一個很要好的 這樣跟一個很要好的同學 告訴我說 就是我跟他講說 你們那個沿路子有夠 你們連電視台 電視台基本上都是由 中央電視台控制 他就說 哪有 我們有幾十台 我們有幾十台電視台啊 我們可以選啊 但電視上 我們可以選各種不同的節目 那就叫做自由 比如說 我們在講的是說 問題 你那幾十個節目 其實背後都是同一個 然後你的訊息管道都是同樣的 那很多人就是 會有這樣子的幻象 就是剛剛 父母師有講的 基本上 你會覺得說 好像都很自由了 那我們今天 父母師剛剛講的是 目前我們台灣的 農夫公英基金會 作為代表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 有聽過 包括我是教會長大的 我都還今天才知道 農夫公英基金會 但是呢 他反而可以代表 台灣的基督徒 可以跟中國的 愛國教會來說 這樣的研究 而且是建立在 一個中國的 框架底下 在討論這個宗教 那這可能是我們 得去面對的問題 也就是說 其實今天 我們題目在講 中國統治下 我們其實有 稍稍的 去掉了台灣兩個字 但是呢 有這個暗示 中國統治下 台灣的宗教的自由 跟公民權利 接下來會變成一樣 我說到這裡 那我們先要開放 我們先提三個問題 好